很多人觉得天天使用洗面奶洗脸太过麻烦,有些人认为自己平时没有化妆,不会有化妆品残留,可以不用洗脸。 更有些人坦言,长期不洗脸可以在脸上形成一层保护膜,阻挡理解病菌和紫外线,细想。 长期不洗脸的人,脸上堆积的全是角质,分泌的有菌和无垢,不但不能抵挡病菌,更容易滋生细菌。 又发挫疮,湿疹到皮肤疾病,还有增加皱纹,加速衰老。 洗脸有哪些好处? 洗脸作为我们日常的主要清洁方式,中央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好处。 一、清洁皮肤,无论你是用清水洗脸,还是用洗面奶洗脸,无非就是想达到清洁面部的效果。 洗脸可以洗掉脸部皮肤,一添下来分泌的油脂,分泌物,外界的灰尘,污垢。 还原皮肤干净的模样,给身体提供一个健康的脸部皮肤条件。 二、疏通毛孔,保持皮肤的新陈代谢。 如果不及时清洁,面部皮肤的毛孔会因为过多的分泌物,不够等堆积,而堵塞毛孔,看起来人不但流光满面,而且毛孔粗大。 洗脸也是一个让皮肤得到有效的调整和放松的过程,毛孔通透才能充分发挥其吸收、呼吸、排泄等生理作用,保持皮肤的新陈代谢。 三、避免化妆品残留引起负面作用。 很多爱美的女性喜欢在脸上化浓妆,只想白领有时为了礼貌世人,也会一旦妆相迎。 这些化妆品,如果长期在我们脸上残留可是非常危险的,它们对脸部皮肤的侵害和损伤非常严重。 特别是化妆品中的碱性成分,使皮肤长期处于一个碱性的环境中,洗脸过程中容易办哪些错,洗脸不是洗,越多越好。 我们知道,皮肤角质层最外面有一层皮质膜,是母体本身自带的天然护肤品,对我们的皮肤可以起到一颗滋养,保湿,调节水油平衡,抵抗外界质病菌的作用。 如果过度洗脸,会加速脸不老化,破坏皮肤的皮质膜,用热水洗脸,特别是遇到了冬季,随着气温的下降,很多人伤手不愿意碰到冷水,洗脸也选择用热水。 但是用热水洗脸,会使皮肤更加的干燥,总之皮肤更容易增长皱纹,应该用温水来洗脸,洗完脸之后,建议冷水冲洗结尾,又震惊皮肤的作用。 过度去搅置,有些人在皮肤去搅置的过程中,看到脸上能搓出许多干东西就停不下来。 去搅置虽然可以保持肌肤健康,很大程度上去除此皮细胞,但次数过多会刺激皮肤,建议一周去搅置不要超过两次,对于你改皮肤更是要慎重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